欢迎来到频道Daily Star News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袁冰炎落花时节又逢君 重燃离泽宫魔魂霸气,留学艺大帝之姿 他是高高在上的花界领袖 本心不愿合身为花妖的红宁喜节连礼 但是在红宁陨落人间之后 心中一空的锦绣 才慢慢发现自己真正喜欢的人 并不是自己刚刚迎娶的贵族仙女 而是原先自己看不上的一只花妖 终于花神为了真爱 还是选择抛弃了这浮华的仙体 毅然紧紧追着红宁 入了红尘劫难 然而九转情节过后 也终于是迎来了爱的结合 袁冰炎落花时节又逢君 重燃离泽宫魔魂霸气 红宁和锦绣的大婚 似乎有好几场 这从红宁不同款式的婚服就可以看出 而其中一场大婚 居然是在漆黑的大殿之中举行 仿佛至深妖族的领地 让人想起琉璃美人煞中 与思凤和楚玄机的黎泽宫大婚 也是霸气而又诡秘 袁冰炎琉璃和落花的婚服 乍一看似乎都差不多 其实袁姐姐扮演的红宁 是白舟山上的深情红茶花 所以她的婚服上 是红茶花花纹琉璃美人煞 被删的黎泽宫大婚 虽然很昏暗 但至少地面很明亮 铺满了蜡烛的海洋 而落花时节又逢君的黑夜婚礼 则干脆没有打光 看来剧情也是很神秘莫测的 刘学义大帝之姿 万万没有想到原本在琉璃中复黑冷辣的百林帝君 居然是成功转型 演起了正派大哥 一身白衣银棺的锦绣 还真是很有凛然正气的正派先尊味道了 刘学义和袁冰岩的组合 也是很有感觉的 红宁小手指着远方 站在高大奇长的花神身边 还真是有神仙眷侣的味道 落花时节又逢君花神和花妖组成的爱心 耀眼非凡 而剧中的颜值 真是多点开花 敖锐鹏和徐晓诺等演艺新星 也是颜值脱俗 有时候甚至感觉自带主角光环 可能也会像《仙剑奇侠传》一样 每一个主角都能支撑起自己的一片颜值天空吧